欢迎回到571全能事务所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到高房价买不起房 结果衍生了一个新族群出现 叫躺平族 什么意思呢 就他就是躺平 等着长辈包含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留下来的一些遗产 好 这些遗产财富怎么继承 其实背后也是大有学问的 我要先请宽哥带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讲到说这种 你要等继承遗产 或是继承这个房子 其实会衍生两种 一个是遗产税还有赠予税 其实还是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非常简单的定义 人生只有一次 所以你人生要活得精彩 那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 要能够呼吸 心脏要能够跳动 所以重点就是你的身前跟身后 你活着的时候就是身前 所以有呼吸 所以有呼吸的时候叫做正宇 是 然后有一天没有了呼吸了 那没有了呼吸了呢 就回天家去了嘛 那回天家了之后呢 各位就叫遗产 所以很多人会说 这么简单吗 对 各位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分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分 你呢 因为你还活着嘛 所以你活着的时候 你每一年都可以给 所以请各位注意哦 正宇税的免税额是 每一年都可以给 你一年呢 可以给你的小孩 给你的晚辈多少呢 免税额是244万 好 这个定义先放在脑海了 那我们跟各位说过嘛 你人生只能够活一次对不对 所以呢 你死也只会死一次 那死的时候呢 哇 回天家了 所有的财产要给了下一代 所以呢 整个遗产税的免税额是次 只有一次而已哦 那为什么呢 因为放心你一辈子只会死一次 所以呢 你的免税额比较高 免税额高达1333万 那这当中呢 就会有一些所谓的特别的 整个吉他的一个程序 我们一个一个来谈哦 所以我们先从赠予税先来谈 赠予税对于整个台湾的 有钱人来说是非常好用的 一个策略 为什么呢 例如说 父母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每年就把固定的免税额 给了这个小孩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小朋友 特别是那种比较有钱的人家 他20几岁就可以买房 因为呢 他可能从十几岁 就开始给了所谓的免税额 每年给244万 那给了244万 你给个五年就有1000万了 对不对 他时间点到他出来成家立业 可能他就可以买一间 两三千万的房子 原因就在这边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呢 可能有些人会说 可是呢 我特别疼爱某一个小孩 或者是我某一个小孩 例如说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可是呢 大的这个 他要特别以后要出国去读书 我可不可以特别赠予给他呢 这个也可以 这个就有所谓的吉他的一个策略了 那我们来看哦 赠予税呢 那你都说我的钱好多哦 我不止244万耶 超过要怎么办呢 超过很简单 超过他后面呢 其实急剧就 超过244万之后 你只要在2500万以下的话 就是10% 例如说呢 急剧是2500万 那2500万是什么呢 就是你先给了244万的免税额了 后面还有2500万 所以是2744万 那这时候呢 扣250万 嗯嗯嗯 这时候就扣250万哦 你说我的钱太多了 连2500万都超过 我的急剧是在整个2500万 到5000万之间呢 那2500万10% 超过的呢 5000万再去减 再乘以15% 所以呢 如果是以5000万来说的话 请各位注意哦 5000万的赠予税呢 是475万 扣这样的税 对 那如果呢 再往上走呢 5000万以上呢 依此就一层一层往上跌 简单的说 就跟你的所得税一模一样 台湾的税制跟美规的税制都是一样的 就是所谓的累进税率 可是呢 这时候有个重点哦 如果你给的不是现金 是 你给的是房地产的话 你就说 我特别这间房子呢 这个房子是我的阿嬷 留给我的 我留给我的 那他说阿嬷特别疼爱我的三女儿 所以我这间房子阿嬷就已经指定要给三女儿 我这间 房地产哦 如果你要特别给哪一个人 你一定要用赠予的 不然到时候你用遗产的话 就是要公开 就是要评分 就是要评分 那你赠予的时候呢 先说土地增值税要算进去 所以呢 赠予税 在 赠予房屋的时候 土地增与税 这个要算进去 好 这个是活着的时候 人生精彩的一个时候 好了 今天回添加了 没气了 没气了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遗产税了嘛 对不对 那遗产税呢 同样的道理 我今天有1333万的免税额 这个免税额呢 就是一个人一次 一个人一次 那我超过 超过5000万以下 10% 这个很好算 这个很好算 那很多人说那我超过1亿 那怎么办呢 这种人很多哦 我们特别是中南部 很多那种所谓的传产大户 电子大户 那个口袋现金多嘛 好几亿 很深的 有些人会做所谓的生前信托 如果来不及做生前信托 各位 超过1亿以上的话呢 单一 1031万 可是呢 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案例哦 其中包括了有 配偶的免税额 子女的免税额 三丈补助费用 这个都有 所以如果真的不懂的话呢 财政部也非常的贴心 他们在各大入口网站 都有所谓的试算网 你可以进去 把你的金额填进去完之后 你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妈妈或者是爸爸是否还在 因为有配偶的免税额嘛 后面还有所谓的伤账备用 还有其他的 你就可以把它列进去哦 所以就目前来说的话 简单 赠允税 活着的时候给的 遗产税呢 就回添加之后 给的就叫遗产税 一刀切 有呼吸之前 有呼吸之后 非常容易 那宽哥我来问一下 如果我真的是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那问题就在于 有时候看到这么高额的税金 我一下子付不出来有没有办法呢 其实这个是有方法的 那没有现金这个时候该要怎么办呢 放心哦 国税局它会给你一个 非常圆满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所以呢 继承遗产税呢 缴交它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个方法 例如说 我现金不够 我可不可以要求要分期呢 可以的 你只要去提供说 我要求要分期 那分期你不能够说 我五万块要分期哦 这不行 所以它的一个税额是至少要三十万以上 那三十万以上的话呢 它就可以分成所谓的一个十八期 这样一期这样分下来呢 一期不到两万块哦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分期可以减轻你的一个负担哦 但这个时候你要说了哦 为什么你要分期呢 你可以拿银行的存折给它看 我就没这么多钱啊 我银行的存折剩十万 你叫我去缴四五十万 五六十万七八十万的税额 我缴不出来啊 所以呢提供所谓的 财务困难的一个证明 然后呢这时候你分期完之后 各位要记得哦 每期都要缴 财政部跟整个银行不一样的 银行你没缴 他会打电话跟你说 你赶快来哦 如果是财政部的话 你知道一期没缴 就会要改为 所谓的全部要一次缴期哦 那一次要缴期 这时候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你如果时间拖过去的话 有制纳金 是 那这个制纳金可是每天每天算的哦 这个还挺麻烦的 那有些案件会更麻烦 例如说呢 像为什么很多人有这种 提前处备遗产这个事情呢 我来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 爸爸回天家了 留了一间老房子 这间老房子呢 大姐在住 包括了二姐呢 包括了三妹 通通都没有住 那这个时候呢 大姐就说 那我们一起来做整个继承吧 结果呢 包括了二姐 包括了三妹说 那个房子我又没有住 我干嘛要跟你一起来做继承啊 他就不愿意来做所谓的参与继承 惨了 你这时候你只有一个人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这间遗产啊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你可以去提前做整个所谓的处分遗产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姐他就可以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呢 要缴费嘛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房子当作担保物件 是 那这个担保物件呢 就先给财政部对不对 财政部完之后他就说 哦你爸爸回天家了 那这个房子呢 现在要缴遗产税 那这件遗产税呢 就大姐负责来处理 所以呢 第一个可以快速的完税 第二可以提前来做整个申请 那还是一样哦 太小的案件这个没办法做 还是要30万以上的 那目前的担保额 跟整个遗产税以低的为主 所以简单的说 就整个所谓的很多人说 我付出所谓的遗产税呢 你可以做分期 你也可以提前处分你的遗产 例如说你可以把你的房地产或者是土地 拿去做整个所谓的部分的担保抵押 换成现金出来之后 再来做整个后续的一个处理 简单的说 一步一步的一个处理 但就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税制改革之后 不管是现在的赠予税 还是遗产税 都比过去的40% 50% 算起来要划算多了 我想追问一下下 因为这边有讲到说 如果你 第一个 如果你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定 来做进一步的缴税的话 这个是等于说 你要全部一次全缴的意思吗 还有第二个我想请教明文哥 我是不是得要把这些遗产税 的一个税金全部缴完了 我才能继承到遗产 当然你没有把遗产税处理完 你的标的物包括了现金 包括了土地 包括了房屋 通通不能够做处分 好 非常谢谢宽哥 其实讲到了 现在很多人都会想要 在生前可能就先把一些 身后事给安排好 好 但是问题是 我要请人去跟个带大家看看 会不会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算我生前立了遗嘱 但是可能后面想的 跟我生前的一个遗嘱方向不一样呢 事实上我们本来在这个立遗嘱 这个过程当中 法律其实会适时的介入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遗产税来讲 你就会发现到有两个名称 一个叫做阴记份 一个叫做特留份 那这件事情我们先跟大家讲 之前有一个是个社会事件 那这个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这个知名制作人 邱黎宽他的老师 在过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份遗嘱 结果这个遗嘱讲说 我这个所有的遗产 我不要留给我的家人 一毛钱我都不给他 那我就把我的遗产 分给这个邱黎宽 跟另外一位的 应该也算是 他工作中的伙伴 但是因为我老实讲 他的遗产的数额比较大 将近有两亿左右 所以这一个 他的恩师的家人 就出来了 就进行诉讼 就觉得说 如果按照遗产上面来讲 我们应该也都分得到 你怎么可以说 用这种立遗嘱的方式 就让我一毛钱都没有 这就回到我们刚刚提到 在法律上面 讲说有所谓的因继分跟特留分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 因继分就是你应该继承的 特留分就是我特别要留给你的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个叫做有利 一个就是在 没有立遗嘱的状态之下 那我们按照法律上面 每一个人应该继承多少 那这个案子 其实后来因为所谓的 老师的弟弟妹妹们 他们就出来讲说如果按照分 我说怎样分 我也想做第三坎 第三坎嘛对吧 那怎么可能我通通都没了 他们就提起法律诉讼 结果法院在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讲说那也不对啊 如果按照这个计程上面来讲 也不可能就说你今天立这个遗嘱 你就说我通通都不要给 那我这个法律上面的订定 有什么意义吗 那这时候就有开始就提到说 又找这个什么丘梨宽啊 他们去啊这个出庭 为什么他当时立这个遗嘱的时候 会有这种讲法 结果他就讲说不是啊 他说因为他跟这个什么弟妹 情分很淡薄啊 所以呢他才会在遗嘱上面讲说 一毛钱都不给啊 那结果弟妹这边他也没跳出来 讲说不对啊 你不能用你的这个讲法就出来这样讲 他生病我没有来看 结果进入到法院一审的时候啊 一审法官判定说 那这个这个恩师培祥权的弟弟妹妹胜诉 你不能说你一次他都没要给他嘛 对不对 那结果呢 换这个丘梨宽啊 他会觉得说不对啊 我遗嘱上面是这样立的啊 那如果是这样立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讲说我完全无事 他就上诉 结果上诉的时候 又开始进行这个法庭上面 那我们就讲啊 这个时候呢 其实啊就扯到了另外一件事 二审的这个法官啊 他就认为说 对啊 但问题是呢 当时立遗嘱的人 他那时候神智也清醒啊 那我如果立遗嘱 本来就是要尊重立遗嘱的人的这个想法 对嘛 那如果今天都有这些 因为他有录音为证嘛 所以我有问你说 你要不要留给谁谁 他自己亲口说不要 那我也不能够无视说 你今天这个立遗嘱的人 他的本意嘛 所以呢 二审的时候大逆转 大逆转喔 大逆转就进来就是判说 那邱里宽你们是胜诉的 所以变成弟妹这边败诉了 你知道吗 好那问题就来 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到订阅 他就还可以再进行这个上诉啊 那我就讲啊 其实到最后他这个状况 应该就会变成谁啊 你知道就回到我们刚刚提到法律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特留份啊 其实是来自于是有利遗嘱 是 有利遗嘱的时候呢 可是我遗嘱我可能分配 让你觉得不公平嘛 你如果以后都全部给他 这时候我就在法律上面去争取说 你有一个特别要留给我的 那这个比例上面跟殷积分来讲 就会有点打折啦 但是后面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工房 就会回到就是说 我认为如果他家属如果要征的话 大概会在征的这一块 但是你也可以知道就是说 像我这种这个贫苦人家的小孩 没有太多遗嘱可以分配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问题 通常你会看到会来出来征的 有很多其实都是什么你知道 第二层或第三层之后的这一些 所谓比较周边的人发现到说 如果今天是在这个遗嘱的部分 法律既然告诉我说 我也可以有这个所谓遗产的这个状态 为什么我拿不到呢 对 其实任俊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想知道说 如果真的有一笔遗产 到底分不分得到 因为现在其实慢慢的社会开始 比较演变成 很多人或许就不婚不生 没有小孩 这时候的遗嘱到底怎么分配 他的顺位现在顺序怎么看 一般的遗产的话 当然就是给所谓的下一代 那现在有些人他是所谓的单身族 有些人是所谓的顶客族 他就没有下一代 这个要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我们举两个出名的一个案件 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过去在东区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影翼红星 这个影翼红星 他在东区买了非常多的一个房地产 可是有一天他人不舒服 就回到天家去了 那回天家去之后 因为他没有结婚 他有男朋友 所以双方没有婚姻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继承了 但因为女明星 他的整个爸爸妈妈 也都不在了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整个所谓的被继承人的话 当然首先是配偶 没结婚 所以就没有配偶的问题了 那爸爸妈妈也都回天家了 也不在了 所以后面 女明星他的东区的房子 就由他的妹妹 因为他有两个妹妹 就由两个妹妹来做继承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 这个是之前在台北非常出名的 东区的富豪女明星 那我们国内有一个非常帅的男明星 他因为长期拍片太累 他就心脏动脉剥落 剥落完之后突然间洗澡洗洗 他也回天家了 他的经纪人跑去看 怎么回去了 他有房子 也有存款 而且那个房子在南港是高级地段 那个高级地段他有女朋友 可是双方也没有结婚 所以目前有没有配偶 没有配偶 然后因为爸爸妈妈还在 他的爸爸妈妈还在 后来他那间包括了他的整个车子 包括他的现金 跟那间南港的高级住宅 爸爸妈妈接受 就直接爸爸妈妈来接受 所以我们最后简单来做总结 如果你有下一代 那当然就直接传给下一代 但是如果没有下一代的话 第一继承当然是配偶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父母 父母的话再来是所谓的一个兄弟姐妹 再往上走 祖父母跟所谓的充公这块也都有 因为真的有人他这样子举事一望 哇 两茫茫 真的是什么亲人都没有 最后很多就由国家来帮你做整个充公 充公完之后 各县市政府就会做他们后面的一个处置 但这个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好的 非常感谢明宽哥 说真的今天一整期听下来 但我们觉得买房真的大不一 我们非常希望今天的资讯 可以给大家一些看房的方向 非常感谢今天收看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哪些和房子有关的事 欢迎大家到 五七全能书所的脸书粉丝团留言 更邀请大家可以订阅 东森地产王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保证让大家更懂房 也敬请取锁地 每周六下午一点钟的五七全能书所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